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举行仪式 欢迎贝宁共和国总统 帕特里斯·阿塔纳斯·纪尧姆·塔龙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塔龙访华的有 经济财政和合作国务部长 外交部部长 工业与贸易部部长等 军乐团奏背中两国国歌 明里炮二十一响 属于混合 和于本集合 Jones 就像 restaurants 四十五四 开唐 penalties 锐 露显 央 塔龙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 观看一战队分裂式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 塔龙适应习近平的邀请 对我国进行博士访问的